火山蒸蛋 火山蒸蛋 欢迎大家回来Ratsill齐齐煮 我就是Ratsill 那你见到我今天穿成这样 又是什么呢 外婆系列又回来了 今天会做一个很坏的 不是坏的 是什么我以前阿婆做给我吃的 就是蒸蛋 我的蒸蛋是有些改良版的 这次不用水 我会用豆浆 为什么豆浆呢 是因为蛋会比较滑的 and also 你都知道我 很喜欢吃麻辣的 麻麻辣辣 那今次会做个火山蒸蛋 为什么是火山呢 you will find out later 先介绍材料 那这里 那当然是不甜的豆浆 四只鸡蛋 碎猪肉 我其实是用了盐和生粉 醃了它 加少许水 和少许麻椒油 那就会有少许麻麻的味 麻婆豆腐酱 其实这个麻婆豆腐酱 你可以是完整买回来的 其实调一个麻婆豆腐酱 是很麻烦的 你不如自己去买 辣椒 你可以放不放也可以 但是我喜欢辣的 蒜头 绿色的葱 还有麻椒油 那let's go 那先做个蛋浆 四只鸡蛋 没那么大力 心事 好 你打均匀 那也就是 打均匀 打均匀 不是打均匀 那便是打均匀 打均匀 打均匀 接着 放在豆浆上 混合它 我喜歡放少許鹽 少許油 然後把它隔開 然後我們去蒸 蒸蛋 蒸蛋 8分鐘 然後煮火山 先放些麻椒油 放些蒜 我喜歡放少許辣椒 少許 然後少許放些豬肉 打碎它 黑胡椒 豬肉煮得差不多 先把它攪碎 然後把它攪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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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富士山 火山蒸蛋 火山就爆炸了 其實外婆是以前都有煮很多道菜飯的 其中是蒸蛋 一個都是蒸肉餅和菜飯 其實沒有限制的 那我不客氣了 你來吧 你來吧 C.S.L. 我